Odia Jungle 2017年11月28日,中国海军又迎来了一艘崭新的战舰服役,该舰起以四川城市命名的碎灵舰。 而在此之前,碎灵舰已经圆满完成了操作培训、细拨试验、航行试验和作战系统及武备试验等科目,很快就能形成战斗力。 碎灵号是我国建造的第39艘056型护卫舰,而就在2017年,之前共有8艘056型护卫舰加入海军,在中国海军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中。 056型护卫舰从2012年开始,呈现出高密度下水的态势,通常每年下水7到10艘,迄今为止已有43艘左右下水。 2014年相对特殊一些,仅有6艘下水,而进入2017年。 056型护卫舰的建造数量,呈现出陡然降低的趋势。 今年这种舰艇底下水了两艘,当年下水数量变化如此之大,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国大规模,建造056这种轻型护卫舰的阶段已经结束,未来将开始小批量生产换装状态。 056型护卫舰下水数量的抖降,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,我国海军队这种舰艇的规模已经达到相对满意的状态。 并海狼群也开始形成信号,在中国大批量建造056轻型护卫舰的同时,俄罗斯也在做出一样的事情。 但是,无论是在定位上,还是在舰艇型号的选择上,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大的区别。 中国的轻型护卫舰紧机,是056型1轴,以及它的改进型号。 056型护卫舰,主要用于执行海上十楼警舰,护卫航,单独货舰,从执行对舰队前作战人物,是近海防御的主力水面装备。 而相比之下,俄罗斯的轻型护卫舰,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质。 上马的型号有猎豹级,不洋级,及其改进型不洋M,守护级,大西里贝克夫级和飓风级。 而且,俄罗斯海军还保留有很多老式的轻型护卫舰。 这摩托的型号在同一支海军里面服役,在后勤保障方面,无疑将构成巨大的负担。 对于成熟的海军而言,大规模建造的舰艇型号越少越好,例如美国航母编队内的主战舰艇,就仅仅有提康的罗斯基和伯克基,在同一个时期上,骂多个型号之,型类似任务的舰艇。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,一个是对于选型不满意,只能采取小步快跑,不得改进的建造策略,另一个是不得已基于现实而进行的妥协,目的是让各个设计单位和船厂都有饭吃。 选者更加倾向于后一个原因,同056型护卫舰相比,俄罗斯新建造轻型护卫舰,更加强调5倍,例如,最近交付或下水的轻型护卫舰,都要求,既能发射远程反舰飞弹,又能执行攻击2500到3500千米路上目标的人物。 从单舰实力来看,它们的却要比056轻型护卫舰要强很多,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,这是在俄罗斯没能大规模建造区,逐舰和巡洋舰的大背景下,而采用的一种权益之计,它们虽然多位,不如武威级,现代级,和光荣级大,但在对陆攻击能力方面,已远远超过后者。 实际上,电造轻型护卫舰的国家,不外乎,有三种需求,即远远海军的仆役,小型海军的阻力,近海防御型海军的利舰,第二种在小型海军里面很常见,例如,印度尼西亚海军的,马尔卡蒂纳塔,即护卫舰,排水量2300多吨,这种护卫舰,比40000吨上的远远护卫舰要小很多, 因此其实,也可以划挥到轻型护卫舰一类,马尔卡蒂纳塔吉属于,西格玛伊温零514型,豪华版有锤发有反舰飞弹,还有机库和它载直升机,而简化版就没有锤发和反舰飞弹,类似于,马尔卡蒂纳塔吉的护卫舰增加了机库,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执航任务,多位一般,2000多往上走。 在俄罗斯海军之中,轻型护卫舰扮演的,就是靖海力舰角色了,尽管俄罗斯海军仍然有大量老旧的驱逐舰和巡洋舰, 大高层认为这些舰艇已经不足以迎对用,有航母战斗群的对手,因此采取退而求其次的方法。 在新一代舰艇的建造上,多位缩小,强化武备,专注于靖海,它们将同陆基和海基的反舰力量构,成立体的反进入区域制之体系。 而当出现了驱冲突时,这种小型的舰艇,一族应付中低烈度的战争了,在中国海之手里。 056青,型护卫舰发挥的属于服役角色,靠近几方海岸线的很多杂物活儿都由它承包了。 同后两种类型的护卫舰相比,056的单舰实力显得薄弱一些,但它们拥有更强大的越洋舰队撑腰,所以像机库和远程队陆,打击等等能力,反而不是急需,而且还应注意一点。 从总体被用上核算,小型舰艇装垂搭配机库,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支持系统,而莫敦级的大舰,同样的一套系统,就能获得更多能力。 056型护卫舰大规模建造的时代结束,反而体现出,我国海军队舰艇建造的科学布局,作者署名,云上的空。